《禅宗佛法》 《禅宗佛法》 令人浑然忘我 不知时光流逝 有别于千百年来传统教化方式 呈现出禅宗佛法生活化的 另一番新风貌 《禅宗佛法》 《禅宗佛法》 吴祝月堂堂的大和尚 像妙牢一样 道高得重的 公然讲起风六十来了 因为这个人问他 《禅宗佛法》有切禄吗 他说啊 你读过唐人的宵夜诗吗 读过啊 他唐人有两句诗 品福笑愈 虐误是 只要他两人的心 这个人一听啊 跪下来一拜 他已经动了 《禅宗佛》了 他带了《禅宗佛》走了 被发了 说《禅宗佛》了 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 像这样的 要说《禅宗》是宰物啊 正物呢 宰物是理宰到的 等于说 你懂了没有 我懂了 也算无啊 正物是连功夫 身心都正如那个正概了 理宰也到了 定会等词 这个叫正物正当 这个不要写了 这两个宰物正如 就一定懂 这个人啊 说吴老师 宰物啊正如啊 你去查一查吧 几十宰物正如都一样啊 宰物正到了 你只要保持那个宰物 慢慢就自然会到了嘛 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呢 那在屋里呢很多啊 像我们这里 那为什么 沈小姐啊 还采灵满步啊 你管她走哪一步 想象这一步也好 跑步也好 她总有一天给她跑道的 争取跑的话 好 这个人走了 原吾称正在师父旁边当师尖 他看师父就许苦她 后来就跟他们开悟了 他很怀念 这个局势出去了 他就问师父 就是山坡 师父啊,就是这样,他就认得了心了吗? 只要谈认得心。 换句话说,他就真误了吗? 他不是这么讲。 师父啊,他真是认得了心吗? 这个师父就骂他,你管他,让不让他生? 你让不让他生? 本来一肚子怀你,问问师父,给师父一顿一骂一吼。 是骂你,吼你,就是教育法陷重的。 这些人,也无成高的啊。 回头就跑,跑出山门外,一跑到山门外, 山门外那个栏杆上面很多野鸡停在上面。 这个小胡壮咚咚咚一跑出来,那个野鸡啊,下座了。 一层野鸡就飞了 这一飞啊 袁武尘开悟了 就马上直到野鸡 这样一飞 他说这不是生吗 这不是生吗 他也认得生了 只要太郎认得生 回来 又回头 写了一首节奏给他师父 蒸鸭香烧 香露啊 黄针做的 牙制的 所以把蒸鸭香烧 整瘦味 很风陋的事啊 老夫人小夫人 都去风陋师来了 正受为三国重力最富贵啊 三国重力 就到酒家跳舞厅的英语很漂亮 听得很着 三国重力最富贵就富贵了 别喊别人富他回来 少年一段是风流事啊 大笑 赵鸭香烧 赵鸭香烧 他说 那艘船 他说 那艘船 就是 这艘船 这艘船 那艘船 这艘船 他说 天船 就是这样叫产产 这也就是话头 是产人中祖师的话头 教育法特特别别 插过来 一段 有一位大官 来问五周也 负政人说 一个人 喝风吹到罗沙国土 负政人的愿问 意思怎么样 一阵大风来喝的 很坏的风 把这个人吹到罗沙国土 木贵的洞里去了 他说这是什么事啊 怎么一回事啊 我这样讲 这位产师说 这个问的人说问好 官位大 权位大 可是这位大产师 后来说 凭你 你又只该问这个人家年龄 书问地位权位都了不起啊 下女大夫商 他这位高 这位学生,当时就起起来了,就发火了。 你这个侯娘,你怎么搞的? 我还叫你师父呢? 好好地问你,你这样侮辱了吗? 这位侯娘笑了, 这就叫做黑风吹动,罗沙贵土。 就是我那么逗你一下,你的无名就划了,头就疯了, 一阵阴风就把你吹到魔洞里去了。 好,这位先生一天赶快跪下来,师父,我懂了。 这就是禅宗。 然后,你为原无情对下就无了。 当然无了,正来猛了。 这跟着师父绑枝一阵子。 要离开师父了,慢慢想出去活动去了。 我说,师父告诉他,你还不行啊。 他给师父来整冷起来。 哎,吴主也笑了。 可诚啊,他的出家名字发明叫, 你呀,出去鬼出去吧。 你要碰到有一天,寒冰下不来, 就发高烧要死了。 然后,前路满满,就是到死路的,到死的别人。 哪个时候,你都会想到我再回来。 还没有到家。 他就告假走了。 后来在下江,他外省,就是到江洁一带。 真得了重病,发高烧,快到死的别人。 挺身受受。 念阿弥陀佛也好,念旧族也好, 现在一点都不得力啊。 真实到了一点都没有办法。 这一下他想起师父的话,哭了。 还是师父对的。 所以忏悔。 这一忏悔更好了, 又回到吴主也身边。 以后只有很大的成就。 大开简单告诉你。 这些公案我讲的很好听。 你们自己可以找到的。 在哪里找? 吴灯会员啊, 支援路上全灯, 路上去找月五成一段。 我讲的有些还稍稍变动了。 这些还不如什么!!! 太好了。 不要相信。 来啦。 做为什么。 做为什么。 这为什么要来呢? 做为什么要来呢? 这些都要。 看她那种平衡。 我教授, 你不要拔腹,放鬆 你看,你有点头不是打腹 不要拔腹,懂了就放鬆 放鬆 放鬆 抱脹 simplesmente可以看看 是净 魯迪 跟陈柯盛 魯迪 跟陈柯盛 魯迪 跟陈柯盛 碰到那一瓶 涂刀 過去 個人自己收持 什麼一天繼續想也不一定 为什么讲一切几支香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中表古代 所以那一支香 几十节而已 差不多一支短一点香 中香多一个多钟头 起码的连到一天去把支香 做禅 禅不一定来打坐 打坐不一定成佛 但是禅也好福也好 表象真正的姿态 最好是皮鲁战诺夫的七支做法 像我们现在每一趟 周围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多做 一次要多长呢 三十分钟 现在一趟比较好一点 很可惜周围的宝像庄年啊 我都在这里向你们顶礼崇拜 所以多留了五分钟 举此而已 不要你为自己了不起了 真正假设一堂一堂 一个半钟头一点连堂下来 你们作为现代的菩萨 那就那么那么的受不了 怎么叫那么那么的笑话 在从前读书人 从前那些读书人 有时候看不去出家人 看不去活人 这跟现在一样 活上有时候看不去在家人 人直接就那么麻烦 这就叫人偶像 有人像有偶像 就是偶像 有一个读书人 碰到一个和尚 他说你们啊 还讲福手什么了不起 书都没有读好 这个和尚是怎么呢 他明明是南无两个字 你们就读成那么 这个和尚是哪有什么稀奇啊 你们读孔子儒家的书 大学上明明是于西两个字 你们偏要读成乌夫 你们一乌夫乌夫嘛 我就来给你拿毛 拿毛了 嗯 乌夫在成了死王爷 拿毛了 活上来给你也真 所以这个和尚很高兴 所以这个和尚很高兴 你们无福了 我就来给你拿毛了 这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等他所讲的很浓俗的 怎么搜寻 怎么出家 怎么回忆 怎么出家 怎么说福 进入 互相 challenge dans 什么 請留住印證,自己無老,不放心,就這一點差一點了,當時男士也應該請留住印證。 就這一面,有溫州那個時候走路到廣東岸,沒有飛就要不像你們了。 這一面,對了,就要走了,留住說,真喜歡他,住一個晚上了,明天走了。 我來師父這一句話,在那裏就完。 所以歷史上有名叫《依序教》。 他這一篇正道國語,他的咒咒影響中國文化,復家、道家、儒家一千多年。 後來回到溫州。 你說現在溫州這個廟,頭頭試也做過。 一千多年来 中国的副家族家道家的人 都很恭维他 都受他的好处 受他的影响 受生之路他统统讲 诶 可是到了现在奇怪了 事情改了 三十四年了 四十二十五十年快到五十年 我离开成都四川以后在昆明 你们做你们都要 不要听我讲古事 讲公案 现在的公案 然后就忘记了禅定 那还能够建树 刀山做宝座 龙团和血做残床 我讲的话放狗屁 爱听就听不听拉倒 有什么关系 做你的工作 我说没有工夫 哭就着了 就是本来清净 我到了昆明 听说月期法师在昆明 天上月亮的月 三叠岁三叙的叙 这位法师我二十一岁起 就九娘他的大名 因为我有个和尚好朋友 我之所以说福啊 这位和尚好朋友的关系很大 我在昆明说 当你们也喜欢搞道家 什么起征把脉了 手翘了 反正古的古怪东西 裂剑了 刷刀了 打船了 什么都来 什么都说 符嘛 碰都没有碰 就在家里小的时候啊 在庙子呀 都说啊 没有看过附近 那个小的时候 在庙子读书 我家乡那个庙子 就是廖法师 情相师 那个附近 叫金红师 就看到一栋 放咽口的 咦 我翻看一看 有些剧组真好 再看到什么莲子 大师的七笔沟 什么洪峰佳人 一笔沟啊 放咽口有些剧组真好 我回来跟我父亲讲 嘿 我说那个那个 公公他们念的那个真啊 嗨 里头有些文章很好啊 他说你看了什么 我说那个什么叫 放咽口啊 什么东西 那里头 他说你晓得谁做的 那些好的 我说不知道 苏洞匹 讲错了 苏洞匹 那是苏洞匹做的 真的假的 我在现在没有去考 我父亲告诉我 哦 我说怪不得 苏洞匹这个材质做的很好 我的父亲当时念成英语 就结束到这样 那个庙上有个叫宝善法师 就让我那个白左的公公以外 这个和尚难得在里头 看不见 专门到外面赶争餐 他的土地就是太宇法师的大地 但是那些人都没有公开 他在苏洞匹 就是要公开的 牧家献的 而且哪一个人都没有人 在苏洞匹 因为那有些人也没有人 当苏洞匹长的 它就会很难 有些人羽毛 你以为我不是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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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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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是素菜,秋天里都是荒菜,我们温州的好的东西都有在里头。 我在苗阳读书,他是不避讳我的,我父亲也知道。 苗阳的时候,下面两个素菜,秋天打开,我来,一起,来,来,这里有好菜。 所以我家里送来的风菜,给他那个名乃话供给,哪个人打货的。 到了杭州读书以后,我就在丽西府,所以我对丽西府始终怀念。 你们现在还看得到,丽西府有个秋水三昭,里头啊很漂亮,旁边改壁有个小房子,现在不小心在不在。 一队都还蛮宽,关到,实际上这个庙子,小庙子,看不出来做家。 是上海的名人,别多月生啊,早一点的,还有大名的,把申报的,吃粮财的家庙。 天,就在我朝南,不开吃粮财的家庙的人, 有个小娘,不不烈,毕竟帮成我的好朋友,叫盛世书。 我要吃粮就跑到他哪儿去。 他一个人有个小河南周山。 妙子一正去密途 我有道家的书《密本》 看不见得多的 所以我在哪个道家的《密本》 在哪个时候就看了很多 后门就是《秋水山庄》 《秋水山庄》就是使良才修车给他 《秋水山庄》 《秋水山庄》 这个和尚又是学禅禅 产产产产了以后 地球 可以说如果把产中后代方正三官 写破产 破车官 再进一步到冲官 最后大车大物破幕后老官 那三官就标准了 我这个朋友姓氏活祥啊 他真正是破了车车 可是呢破车车以后他就到不对了 不是不对 复发知道这个程度了 如何修转这个暴声呢 父母所生之身 祖父把手转转化 甚至可以自由 这个在产中啊 在复发料找不到 等于到家南中的主师 主师学到光 耶稣活祥 开悟了以后 重生来修道家修命中 所以认为 认为 禅中所谓悟了 见到不顾之了 那发生 暴声与化声 还做不到 所以学到光 后来修道了 变成道家南中的七种 那么我这个朋友也是有这个味道 所以他一个给我呢好朋友 让我叫他武功 打拳啊 练剑啊 我呢叫他什么呢 四战眼 戴个眼镜 说这讲话 四字眼镜在火上 四战眼 四字眼 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天 他桌子上 一般很漂亮的针钢针 哎 他说 你还是看看吧 哎呀 我翻开针钢针一看啊 很有兴趣 不是有兴趣 特别感情 哎 我说送给我 他说 好啊 你要你拿去 我拿来 找人晚上 自己就坐在 找小小的 一个会开始 一个角落里 早晚我就念针钢针 一下念不完了 找人念一半 下午 晚上念一半 念不到一个礼拜 所以念针 我就自己 获个奖 把整理起来 就念 日是欧望 日是福 在谁 我又过 等于旁边敲个母语 有一天念到 无人相 无母相 无终生相 完了 念不下事 我都没有了 因为我都没有了 我自己也没有找不到我了 把针钵一胡就扔在那里 赶快站起来到这个小庙子 外面没有挂牌的 叫贤帝安 跑到贤帝安 敲门 我这个和尚朋友 姓氏啊 施家爷 就开门了 他看我这个样子 愣了一下 笑一笑 怎么样 我说 我说 我来念 真看 你那帮针钵给我 我就念 整体啊 念到 无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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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我来 我 整体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都 而且 整体念不下去 不要念了 不是不肯念 没有念头哭起了 也没有文字哭着了 他就会讲 恭喜你 我就恭喜个屁 你念真看 你也得疯得疯疯脑的 哎呀 这就对了 我也不过知道这个样子 我说什么 你也知道 他会拥有 因此 被副家就 又来应连 然后 他就正去 拿一套书 这个拿回去看 是月落 哎呀 我的妈 贴下的书 我都不怕 就怕这个书 怎么看都不懂 不知道讲些什么东西 不过很好看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好像很多的宝贝 好像懂 好像不懂 所以一本正干 正直言路 就是 与此永远 有一天 有一天 我跑到 郭岭 李西夫后山 说我那个子子啊 这几年 我叫我姊子 很久跟我找个房子 还要找李西夫 他们永远做不到 我也永远不想要了 这个 郭岭 后面有个玛瑙寺 那个时候 庙子蛮多的 我们就被 强强跑去玩的 有一天 跑去玛瑙寺 进去了 礼拜天 出来在湖上 很奇怪 那个崖头长得 鼓鼓的 就像画像的一个罗汉那样 他突然看到我 我也 一切这个庙子的墙去 没有看到过这个湖上 这一次突然看到 他也看到我 和个墙 两人打个招 他突然问过我 先生 你来玩 我说我墙来的 我住在前面 懂得 我住在前面 了 讲什么AKE DU 他就问我 你怎么那么有心啊 我这一点忘记了 看不到 他就问我 陷在哪里 我说在这里啊 陷在这里啊 我在重心底 哎,这个不是你的心,这是肉团心,你应该把你的心找到了,我也愣了一下,他也就进去, 我回来问斯嘉业和尚,姓斯安,我说,哎,马老师来一个观和尚,相貌很好看,像个罗汉,刚才我去,他,我们两个对话几句,他还批评我,都晓得肉团心,不晓得真心,这个和尚,还敢批评我,我很傲慢。 我这个朋友啊,实在也说,哎呀,你碰到他了,这个好像不大容易出现的,我说你知道他,我知道,我说吃这个妙子啊,不一定,他神秘兮兮的,你碰到他,太有缘了,不大容易出现的。 他讲得对,他说你,那么因此啊,我们两个谈谈谈谈到佛啊,有道家佛两个人都搞这一套。 我说,什么叫残忠啊?他就告诉我残忠那个制约了,我说我都翻了,我晓得那个石家墓烟花,我一晓都知道,看了他,故事知道了。 我说,那你残忠的,对,唱我残忠的。我说你有这一点了解,跟谁学的呢? 他说我这个德法的师父是岳七法师。我说岳七法师要跟谁学的? 他说南京一个铁牛老和尚,铁牛老和尚要跟谁学的? 我说他一路讲一下他的名字中的传承。 他说,我说那你怎么,他说啊,岳七法师在七下山南征做毛棚。 我这个朋友宁不认出家当过,他说我嘛,到去谈学了,就晓得也计法师开悟了的,得到的。 他说我就找到他了。他对我态度很严肃,最后嘛,我是骂也好,打也好,不过他没有打过。 我就赖在那里不走。不走啊,他说他的毛棚呢,他又不做饭,不烧茶。 那么我给他烧茶,给他做饭。这里有个故事,等于明朝的汉山大师到盘山顶向,看到一个皇上做毛棚。 这个周毛棚啊,看到人来也不理,专门打坐。下座就精神,在山顶转穿着。 做饭啊,到了晚上,哎,这个汉山大师一看啊,这个是个了不起的,就不走了。 到了晚上啊,这个周毛棚好像就做饭,自己做,自己贴起就吃了。 哈山大师在旁边,他累得不累,好像没有人一样,叫就打住。 万分出来以后,夜里,又惹三等精神。 这个哈山大师也跟到他转,回头都不看他。 哈山大师很聪明,看到就赖上这样一个人,第二天不到时候,他就把他的米缸打开做饭。 把他不晓得豆豉啊什么弄起来做饭,就两分,到时间,那两个碗摆在那儿,好像大师自己做好饭,贴菜吃。 那个就毛棚好像又看饭做好了,也拿去碗吃吃,也不讲话。 这些古人的采访啊,好妙啊。 所以我那个朋友讲啊,我就想哈山大师要跟到他做饭,烧茶。 后来他叫我掺花头。 他说我有一天,我说你掺什么,念佛是谁。 有一天,我正在煮菜,那个锅船在锅里头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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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火烧就很大。 这一炒下去,一炒,我一边炒锅船炒,炒菜,一边是掺花头,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 这一炒,念佛是谁,那个锅船碰到锅啊,啪,一下。 他就冷静,定在那里了。好像明白了。 结果那菜也加了。 他说我就越去法师过来看我这样子一笑你对了。 所以我就給他磕頭 就此再住三個月 天天來這個墳蓋裡頭 天天來這個墳蓋裡頭啊 我就到 這就是韓山大師講的 韓山大師 徵集令中下交易 圓門列下轉身難啊 看你們現在雜念風飛 王相煩惱斷不了 就是一路都是徵集啊 都是雜草都是吃你的 在這個亂當中一腳踏下去 就把踏平還是容易啊 誒 念念清靜星星該空 於是 所有虧就是於是無念 等於啊 清風明月萬里無影 無影的震蓋 比方圓門列下 再轉身 有空再轉 再正一步就難了 結果踏過了這一步呢 等於虧了 到了終關了 你們注意啊 你們注意啊 不要隨便閉關了 一閃中回去了講 不鋪 本餐 不入山 沒有入毛棚 沒有入山的 入毛棚的資格 不破崩潰 不破崩潰 就是破崩潰 就是破崩潰 不到終關 不必關了 到了終關 再追求正一步 破第三個 魔後老關 那這又是改變關了 這都是老規矩 你們大概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啊 現在我講 故事很聽 要聽不要聽 還是要推 還是要聽呢 啊 經受諸位一切 民主時代要投票的 啊 要聽不聽啊 要聽啊 要聽啊 要聽再講 不聽就不講 嘿 好了 她說我啊 到這一步就問我去法師 怎麼樣 你趕快下山吧 你趕快下山吧 另找民主去 我告訴你 我也知道這個地方 我還在下山 他想看 察這麼多呢 找不到山 franch事 我也知道這個 他很懲懲的要我走 你到去察房子 也是找 如果你找到那個高的 你來告訴我 我也去 他失敗了沒有山芝士 不过他那个俏家师父也了不起 福贝人 一辈子没有庙子 做一个活动的帷幕看 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看过 出门很重 身上背得很重 身上背得很重 随便到那里 等于某桌子的帷幕看 坐的这个位置那么大 一到那里 一拉起来 一个小 等于电话亭那么活的 不做妙子 头都醒 晚上前面人拉 就坐在里头了 这个师父一辈子 也是了不起的高人 这个 我说 那后来你找到妙 都醒了 没有找到 他说我还是正在这个境界的 啊 我也挺挺 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活想朋友 后来抗战起来 我们一直在四川 我们一路 后来实在四川之流行 也一直到这一步 那么 他给入灯的时候啊 给徒弟认为死了 买掉了 他通知我 哎呀我痛苦的 气得不得了 某种四川 已经走路到这楼井 一看已经买下去了 因为我晓得他入灯 这个秘密 他徒弟哪里知道 因为他订得很难 他就挂手 我最近得了一个秘方 到家里 用外物 用药 吃自己得的 我说你得了什么现在呢 哎呀他说白蜡 白蜡 白蜡 白蜡是树上讲的 做蜡 做的那个白蜡 我说这种 他稀饭里头放这白蜡 做蜡吃下去 就扎捏妄想会小会定 我说有这个事吗 当然我不会去世 他老兄 当然去世 后来一定是白蜡吃毒了 我想 那现在医术讲啊 这个白蜡的游行啊 把生机毕生 也是一种定向 也是一种定态 那么这个徒弟懂漫漫 他反正功夫蛮好的 打住呢 过几天 常常有些都这样做定啊 给人家台气烧掉的 你们就一 所以你们修复 掺材 在那个外行堂子里头 有些过去的邱家人 没有身份 只有个在地 哪里来 家里在哪里都不知道 啊 送年盘堂 一把火就是了 那个广城老虎娘 那个广城老虎娘 在台湾 广城老虎娘 亲自告诉过我们 她 她是在福建古山 坦苏丁 在洞里头 六七天不出来 而虎娘要抬起烧了 刚好 红一法师到了 她说红一法师救我一命 红一法师说 你们干什么 我们就那个年成 虎娘在山上诸重年盘了 她说这样 那个山东好不好 很好 她说我去看看 红一法师看了半天 告诉他们 再等两天看看 算不定就定去了 第九天出定了 她说假使不是红一法师 一等我 第六天就给他们烧掉了 所以她很感谢红一法师 所以你们要注意哦 所以邱家亮 邱家亮 邱家亮 这个东西 神别一定带 有时候就定了 怎么都出不来的 只要这样 所以他爹一笑 就出定了 他就笑得 南淮城 他在残堂里 要我出来了 他妈 知道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一方面带到这个好花园嘛 没有饭吃 家人门口 叮一笑 饭出来了 讲到哪里了 讲到哪里 所以后来我跑到这流行 看 一辈子 这一件事呢 没有做好 我就在 好朋友啊 最好的朋友 在他坟前一拜 给日本人再打将蛋 我说假使有一天 胜利 我要回浙江 一定把你骨头烧了 带回去 后来我回来也没有再去 所以还劝他 不过他跟我来了 他跟我来 他跟我来 回到舞台来 一转身就没掉了 哪里有这个本事 这些账 我都知道了 生物的什么人 我都知道 好 所以讲到元旗法师 我就知道这个人 我一道昆明啊 听说元旗法师在昆明 他是昆明人 朔家生无的 傅称 还是浅称的一个巨人 主妇又是什么 都是世代说家 关恨他 我一道昆明 住在昆明 唯一的大饭店 相复饭的最漂亮的 听说元旗法师在昆明 在他家乡 当地 他难得回来 都不在海外 香港 我就打听 打听 他们讲 哦 他是武家的少爷出家的吗 他家里 世家很大 王后府立一样 那个房子是王后将相的 我就跑到武府上拜访 拿个名片 叫元旗法师 刚好在家 他一看到 我一看 这个湖上 完全是怪头头 头发留在肩上 批到肩膀 眼睛一直看不见的 一直很发亮 穿一个 穿西装的皮鞋 打一个帮牌 上面穿个护上衣 拿个手棍 一个手棍 在他自己家里 出来 看我 很高兴 我就叫他 法师啊 我也可以叫你师父 他怎么干啊 我说你有个头弟 叫姓氏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啊 哎 我一直叫他 哎呀 他已经死掉了 啊 怎么死掉啊 哎呀 怎么搞的 他说他没有找到 我说师父啊 他是我好朋友 我说他死掉了 我就代表他 叫你师父啊 他只剩我没有归他 这就是 现装书都多了 中国文化都多了 好朋友的奖辈 自己也认为自己奖辈啊 可是他对我啊 很客气 他不敢麻糊了 他跟我这个人啊 傲慢不成的样子吧 这个 后来 我们三年两女就谈正题了 我说法师啊 师父啊 你 现在还是当年那个 成都吗 哎呀 他这个时代 我说 听说虚映老婆 哎呀我见过好朋友 好朋友 他手一摆 我看这个样子 就不问了 我说 我养旧高明是来过湖上庭上 好朋友 我都叫做好朋友 他手问好当 结果嘛 他说啊 我们俩变成好朋友 过三天 他到 商务饭店 来看我 这个商务饭店门口啊 等于现在的五星级的旅馆 门口 有卫兵 有 展示 要一关正去 这种正去的 法国人开的 他这一副装样 你看 穿一个 短褂 不像短褂 长袍 长袍 不像长袍 踢里踏啦的 头发的 扭到这样长 眼睛的 一直看 好像下了一样 也不小 小一点 深深一点的 一直在 慢亮光的 不收蝙蝠 穿上 皮鞋 西装 扩着皮鞋 打个钢牌 拿个手棍龙头 怪账 或 外兵当架 他就问了 正来 他是昆明的私家 别是人家 不管你了 你私家 你家 以前 你祖父做过皇帝 现在他不认识你这个奈何上 外兵不种 我正好 出来放在阳台上看一下 一下看到 一个 活上这个 我又看着 元旗法师 外兵不跟他 我晓得他来教我 我都 趕快就跑到楼下去 打个钢牌 我用我的客人 这个开门的外兵 不好讲 我就把戴政放开 然后我们两个一谈 就谈到 正到以后 正到空生以后 肉体一死 就不再来了 除了年盘 就不再来 我说法师 你还是这个见解吗 成长当啊 年盘不再来的 哎呀 我说大法师 你的手持 你的见地 知道这个程度吗 啊 他说怎么不得呢 我说不要说别的 冷却真 上面讲的 啊 无有年万福 也无福年盘 小城的罗汉 是平留在 有余年盘 偶然不来这个世界 不过成长家 成端家而已 小城还不就成 有一天要毁生下大城 大城到了福 正在无余年盘 每一个城府的都在来 任何十方世界都一切众生 这个教律 我说你都应该了感 他教律是那么讲的 啊 实际是我 这个正格 啊 我们两个抬车杠子了 抬了半天 那我那个 以为他整理钱呢 本人数不低头的 我就站起来 我说你 这个正格 你还再去收三十年 他跟我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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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啊 不要这样啊 不够我们俩的好朋友 为了复法 古人爱的句话 任何将生下地狱 不怕 复法作人称 任何将生下地狱 不怕 复法作人称 哪怕是父子好 兄弟好 感情最好 你没有到那个正 就说你对了 那不干的 真理钱呢 就不对头 任何将生下地狱 不怕复法作人称 啊 什么 gamers 到香港 文旗 员 去法师 大家都窍大墓子 死了人,叫他来念证,你干什么证啊,来讲证,好,你走了,就赶快去吧,大家说,好好,你们供养花,给四人买一袋花,拿那花来,呼,一口花,好,抬出去,抬出去就好了,他就怪死人头。 不,我在台湾,慢慢听到,他,他,我没有学生给他,我到了台湾,有一度,香港的人来传言,他远去法师,在香港讲,南海讲是他的弟子,这句话,我就说他,他大忘年了, 同样的朋友,我叫你师父告诉他,也不是皈依你,那个朋友死了嘛,我跟我讲你,后来我说,那学,学《残骇类》在那本书上,我大概提一下,我一辈子,有两件事,你们问我,那个先生,老师好不好,师父,你不要讲名字,我还可以说,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你一提名字,我决定, 我绝不答复你的话,我比批评一个人,干什么,论事不能论,这是我一辈子,所以我的男朋友提到,我有个好朋友,讲,讲这个,这个,这个,后来我要给他加上去了,后来,去把他名字写出来,讲清了,服务道了,就再不来了,这个境改错误的, 后来,我说,乱去,乱去,人家,把他去周囊给我看,我说乱去,我说乱去,我怎么要大王呢,我不是他的弟子, 这个,这个,后来他在香港过世了,他的手边一插,八百万,港币, 这个,后来他在香港过世了,他的手边一插,八百万,港币, 是啊,你真笨,我说怎么,越去法师讲死你,你是他徒弟,你就承认一声就对了嘛,这八百万,港币就拿到手了, 结果说八百万,港币,他人也死了以后,整涅槃了,他再来不再来,后来我一问,去到哪里去了,他暑假来给子子,就结束了,结束了,在香港啊,读啊,调啊,一两年,八百万用的,广光的,也好啊,十方来,十方去嘛, 为什么讲到他,因为提到勇家产事,讲到他,他就写文章,一本剧作, 约其法师的剧作,和我这些徒弟们出版了,现装的,一个子一个子,用的漂亮,古书,古色古香啊, 他一篇文章,专门攻击勇家产事的,他说勇家产事,甚至用勇家的境界, 第一,思想是错误的,不是重庆的复发,是老庄的思想,第二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是不是勇家写,勇家写不出来的,修复是那套考据,可惜他死了,不死了, 我到了香港,一定是他两个儿子,啊,所以啊,修在,不正常,他有在后面, 喜欢学文章,喜欢标记利益,但是你说他修持了,初步的见地有没有,低处有, 我讲这个故事为了什么? 哦,就为了想勇家产事静导国,影响中国文化一千多年, 到了这一代有一个半字眼的,我永远叫他半字眼,他复发也做出了半字眼, 写一篇文章,传门攻击一本书,叫什么名人我不知道,一定流传的, 他的书流传,哇,他的弟子们拿这个书当命,密中法本一样的, 哎呀,所以我都串人不要写书啊,杀人不顾,杀一命第一命, 你杀四个人一百个人,别扭别骂,还他命在一百条就是什么, 你写了文章,错误了,对后代的毁命,这个是十八成半的地狱都不能下的, 尤其现在时代电脑进步了,年龙王那里收了新的地下室,都挖了两三成, 哈,本来十八成,现在大概二十一二三成了,电脑时代,这个果报不得了, 所以古人作书,非常小心,就怕一字尺,自查罗英国啊,这叫杀人慧命啊, 智慧之命,对肉体的生命不顾着一条啊,慧命给你断了,用不超生的啊, 当然不是因为勇家大师使我的统乡,我替他辩护啊, 顶无此意,这是工程讲话,下座醒乡, 吴智慧之傑 吴智慧之后 杀人 吴智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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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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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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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一回信坐下來,不共,半天一天就是寫信了, 受不了,沒有時間,其他沒有時間, 暗獨自勞行啊,暗獨自勞行啊, 暗獨自勞行,就是坐來大了, 那也是秋風落葉,亂未堆啊, 少爭還來千百回啊。 所以人生的正概,想你們一個人, 情形很好,你說紅髮立身, 哦,那是犧牲之母啊,而且有沒有這個本錢。 所以人生正概, 主委假設沒有得到我的大夫, 稍等一下,啊! 我的事情啊,太雜亂了, 因此就想起來人生, 天下時期都不可能。 清朝那位大叔在寄下來有首詩, 如何如何,又如何啊? 如何如何,又如何,又如何幾多啊? 如何如何,又如何了呢? 如何如何無奈何啊? 那真是真的。 housing, 問一句話一點小事, 他講, 可是他本人一天解除的一句話一件事, 切切歪歪啊, 就不得了了。 如何如何,又如何, 如何如何, 好幾多啊, 如何如何,如何了, 如何如何,無奈何, 如何就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這些小法師能看到這些好節奏, 不不不不不不不還好, 這是個很好的皺子, 你給他去念吧, 啊, 專手閉關念, 持久了, 習近平, 怎麼做了它。 我還以為這些小口衛生會的樣子, 我可以做一些好節奏, 沒有, 沒有, 是禪宗師以冷卻爭為主題 不是以爭光宗 大摩祖師來傳了心法以後 豐富以冷卻硬性 為時八象中 冷卻爭也是他的重點 冷卻爭也如此重要 冷卻只副在晚年 年紀大的時候 在西蘭到南映都西蘭 所說的 在西蘭有冷卻山 在這個山上所說的 神聖宗師öglich für皆さん теперь它kyIs 這是大會菩薩,大會的大智慧菩薩,提了一百零八個問題, 也不止一百零八個問題,提了很多問題。 宇宙問題,人生問題,唯物問題,衛星問題, 宇宙問題,衛星問題,宗教問題,問題的問題,一大堆的問題。 甚至提到,一個窗上有幾顆灰塵,一個灰塵裡頭有多少粽子, 就是有多少核子、電子、原子,那些的話。 大到無比大的問題,小到無比小的問題。 大到無比大,能切真的開頭都是問題, 是能切一百零八問, 佛大會菩薩提的不是一百零八問的, 很雜亂,什麼問題都問的,當然沒有問完了。 佛也提話頭 大會菩薩提到這些話頭 佛沒有正面打佛 一個一個打佛啊 太細了 但是全體的佛爭裡頭大戰爭裡頭 幾乎所有問題都要打佛 都只在一本正爹兩本正爹 所以你們青年青 現在時代印刷發達 大戰爭都擺在這看 所以我在山上被關月賬 這位師兄在外面招呼我呢 他故意上來休息一天兩天他又下山 下山要挑明挑糧食上來 那很苦很苦的要命的 當然全體廟室上就是靠他們這個用來吃的 那麼我就給他一張條子帶下去 花生米多少那什麼的就要他去帶 那時候我也吃過七年素 當然沒有在山上當然吃素了 過不不吃 我原來十七八歲的時候 運動的時候喜歡運動 一餐是吃八萬飯一碰粥 那時候你們現在吃 你看我現在 現在我一天只吃一餐兩碗西飯 當年是一餐半碗飯 一碗肉吃下去了 兩個鐘頭就餓了 所以你們是吃得胖啊要減肥 我就不相信吃了一輩子 最好的也不肥 但是我要接受 也說他不能 差不多已經是個百股關了 還說個什麼 在這樣的情形 我這三年也是過無不時 我們這個師兄也在這 那怎麼做得到 為了守福啊守債啊 三碗飯 慢慢接著兩碗 我和小兄弟 不說 在綠一定對不對 方法一定 我要試過的 慢慢來 跑位去毛病 兩碗飯 一碗半 一碗半 到一碗 一碗到半碗 半碗到兩口 兩口到一口 一口 一口 一口就難斷了 這一下到了 到了那個時候 嘴巴還要到那個時候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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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麼多年在我們山上 那個時候 二十幾歲啊 二十七八 正在壯年時候 湖呢 湖東我們山上那個茶葉 都寒的 我們那個水是 血水下雪天掛出來 一天我們廟上是 最了不起的 萬年菜 對不對 師兄 萬年菜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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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咸菜也得很嚴 加一點蘿蔔乾 很了不起 油 炒一炒 灌出來 是這一碗 吃不完的 吃不完的 剩下來明天還是加這樣 再嘲一嘲 所以叫萬年菜 什麼叫營養 那個時候沒有考慮 吃下去的飯 摟出來的大便 我們那個山上的那個公司 廁所 這個 這個 這個樓 矮一點點 上面 我想來 到下面 古人有兩句是 鳥脊 板子 那個毛絲上面 不是現在秋帥馬燈 那個板歪來的 鳥流脊 這個鳥就流得很久 康生 毛絲很生 鳳羅子 這裏摟下來 大概等了半天 再咚一聲 吃也特別風光啊 回想那個日月日子 像我在陸山 江西陸山 竹毛棚 古大便 沒有車手 也沒有 走來睡 跑到哪兒 跑到 晚上懸崖的 愛等上 找一個地方 用兩隻手抓著 拿個大便下去 大概高空下來 下面是不是大便 不知道了 半路已經化掉 要是我往來自己回頭看看 啊 真是 弄上一步 白草山 那些草山 大概 這些生活 非常有味道 非常有味道 你們說 想做省鮮 忍鮮的生活 很苦啊 不好玩 不要做省鮮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環境 做省鮮多舒服啊 一天到來都是霧 那個有霧包圍就了 我們下面開車 省鮮在白映裡頭 即使那個人鮮是很重的水分裡頭 泡到啊 像我悲觀的時候 那個冬天到了十月間 是冰雪封山啊 那個小樹上 給別人的雪包起來都這樣大 可是呢 我後來想 我就這樣 我這一輩子沒有福氣了 在山上想完了 然後在瓜裡頭 披個紅披風 貼冷的 三窗鼻子上面 早上起來 第一窗鼻子上面 接霜的 多了 可是有一個味道 然後到了十二月間 你們看過月亮 八月十五看得多 十一月十二月最冷的時候 哎呀 下面 萬山冰雪是流離世在 一窗小樹 就變成 現在水晶做的 窗子打 萬山都是冰掉 那時候 天清氣老 半夜 月亮 當頭一照 嘿嘿 自己也就到清雪了 清浮了 那個風箏 你可沒有看到過 這就叫清浮 清浮是清浮 這裡吃下去 歐出來的大邊 還是白的也是 就哭這麼多營養 這樣也哭了 因為他活到八十幾 還那麼好 啊 話頭 講講講到這裡來 話頭走吧 這就叫你們 這就叫你們 講我們那個時候 我要看大獎徵 一天看二十轉 啊 啊 啊 不論到這個時候 我看大獎徵 看什麼 都會看小說 好像每一句都懂 啊 這就是什麼 就不要那麼辛苦 等你沒有了解以前 你這張獎徵都讀不懂 什麼是菩提 菩提 世界都搞不清楚 這就叫 講到冷卻正 什麼是菩提 要一百零八個問題 佛把它濃縮 佛要講了一百零八個問題 我叫你們 好好去看真 正點就是話頭 話頭就是正點 所以我們念不出一百零八課 就是那個念真要一百零八問 問題一百零八課 你去看看冷卻正 和每個問題 他自己把它中和弄來 有一百零 他答覆問題沒有 他一個等一都沒有答覆 統統擺在冷卻上面 但是這一部冷卻正 你都懂了都懂了 想念一百零八個問題 一千零八個問題 一千零八個問題 你都解答了 是這個道理 講話頭 所以你們不要浪費來念情 像我 現在的 其實現在我手邊要大張家 只是想一個問題 哎呀忘記了 一想抽哪一段 哪一段 很容易抽出來 當年影響有啊 當年我還做的有筆記 不過你離開都沒有了 現在都不談 筆記有什麼用啊 靠腦子靠胸 沒有啊 你不要浪費來念情 呢 你不要浪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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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